最近有极其重大的工厂火灾 因为员工宿舍就在厂房里造成多人伤亡 而且多半是外籍劳工 为了加强保障移工宿舍的环境安全 市府首次跨单位办理联合检查行动 果然就发现不少安全上的隐忧 当场开单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由市府劳工、金发、公务和消防局等单位 跨局处组成的联合检查小组 在劳工局长李焕勋的带领下 前往位于小港工业区的一处厂房 针对工厂宿舍环境足以检视 滴水不漏的仔细查看 就是希望落实把关 保障住在宿舍里的移工环境安全 它的住宿空间基本上 它是现在看起来是稍微是真的是拥挤 因为杂物太多 那我们会把它 请它全部都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给清除之后 我们会再来做一些了解跟丈量 那因为这个住宿空间 目前劳动部也正在开会研商说 这个部分应该做合理的调整 搭建在三楼的铁皮屋 就是36位印尼和越南籍移工的宿舍 虽然有冷气开放 也有卫浴和厕所等设备 但是光线阴暗 通道狭窄 尤其在几平大的小房间里 就住了大概三到四个人 所有家当都堆放在一起 感觉相当拥挤且简陋 居住品质令人堪虑之外 来到位于地下室的员工休息室 还发现堆放了不少艺燃物品 这些都是被列为重大缺失 劳工局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不管是这个劳检 消防 建管跟那个金发方面 各方面来讲 那么可以说了 有很多地方都必须做改善 所以我们会各于全职 那么分别 要求公司把这些现象做改善 让这个外来的住宿地人 更加符合标准 今天联合机场 所列的所有的 跟本公司相关的一些缺点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改善 根据劳工局的统计 目前全高雄市厂住合一 且移工人数有30人以上的 事业单位有71家 市府将不定期前往进行检查 一旦发现有检查不合规定的事项 除了限期要求改善 未完成者将移请劳动部 废止雇主招募外劳 呼吁业者配合办理 港都新闻李正道 黄澜君采访报道